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别说追求女孩子了 看着大小同学都一个个成双成对了 但是赵凡还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其实我心里明白 他是因为自己家庭条件特别差 从小养成了这种性格 但他的为人却非常正直 经常帮助同学 虽然话不多 但每当帮助别人 甚至自己吃亏 他也是一消了之 他这一点有时候还被同学们嘲笑傻 而且学习成绩优秀 他还在努力勤工俭学 大学四年几乎没有跟家里要国一分钱 其实我跟赵凡在一起 完全是我主动 相比于赵凡的家庭情况 我的情况算是非常优越的 父母都是工薪族 而且都是不小的干部 所以明知家庭相差悬出的赵凡 开始一再拒绝我的追求 但在我一再的追求下 赵凡最终还是接受了我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自成家庭原因最终 还是成为了我们最大的障碍 毕业后 沉寂优异的赵凡放弃深造机会 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工作 因为对他而言赚钱才是最迫切的 而我父母呢 却一直让我继续学业 即使我找到了很不错的工作 他们也不允许 最后无奈 我带赵凡回家 以跟赵凡结婚的为条件 想要着他们同意 但是没有想到 赵凡第一次到我们家 就被我父母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还被赶出了家门 我跟父母大吵一顿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跟赵凡一起离开了这个家 离家之后呢 我当即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跟赵凡举办婚礼 通知父母参加 我就不信他们还会不顾一切的反对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通知了父母婚礼时间 当天他们还是没有出现 等来的却是一条断绝关系的短信 看到后 我觉得很无助 大哭了一场 但这更坚定了我嫁给赵凡的决心 没有得到家里人的任何祝福 就这样 我在赵凡农村老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因为心情不好 我跟赵凡当天都喝了不少酒 最后怎么进屋躺下的 我都不知道 迷迷糊糊的睡到半夜 突然感觉口渴难耐 起身想要去找点水喝 但是就在我开灯回头看的一瞬间 我看到昏床上躺的人 我差点懵了 昏床上背着我躺着不是我的老公赵凡 竟然是另一个人 我背下的不顾一切的大喊了起来 这时候那个人突然惊醒 跑过来抱着我安慰起来 我就才发现这个人是我的婆婆 原来婆婆见我们两个人都喝醉了 怕赵凡晚上不老实 会伤害着我 又怕我晚上会需要人 所以呢赵凡由公公看着 我则由婆婆陪着 婆婆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直很胆怯 很怕我会生气 婆婆接着说 虽然你父母没有能来 还说出那样的话 但是你放心 既然你嫁过来 我们就把你当成亲闺女看待 以后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我听到婆婆的话 语气是那样的属性 这才知道赵凡向来的唯一人都是婆婆 教调有方 我开始很清醒能够遇到这样的婆婆 我感动的落泪 一头扑进婆婆怀里 对自己父母的怨恨不顾一切地发泄出来 后来的日子里 婆婆真的没有食言 一再地照顾 呵护 迁就着我 就连赵凡也不能欺负我半点 后来我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父母又反过来承认了这个女婿 还一再夸奖赵凡有出息 虽然算是兵实浅浅 虽然也知道他们开始是为了我 但是跟父母这层隔阂却始终无法消除 相反 我竟然觉得跟婆婆越来越亲密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接了什么福 让我遇到了这样的好婆婆 我在心里默默发誓 一定要好好孝顺她一辈子 故事讲完了 其实对于这种看上去 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 很少会得到家人朋友的祝福 很多时候会以惨淡收场 但是在故事女主角的坚持下 还是选择了自己认为对的婚姻和家庭 我想这与女主人的为人也是分不开的 大家对于这个故事有什么要想说的呢 感觉婚姻是不是真的需要门当户对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